1、2、3 開閃嗎? 是,開始 好,親愛的陳博,我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原本預定的題目我們要延後了 因為我們在昨晚收到一個非常不幸的消息 著名的日本音樂家版本龍一病世中年71歲 我們一聽到這些消息之後 其實都有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反應和感受 在網上基本上我都覺得比較驚奇的 就是接近洗版的程度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去撇開其他話題 也帶著一個比較沉重的心情去做這個節目 原因很簡單的就是這個是法治內心的 我首先講講我自己昨晚聽到的消息的感受 就是Lawrence第一時間通知了我 你是看日本那邊的消息知道嗎? 沒錯 原本我昨天也有一些消閒的節目去做 例如我會想看Netflix一兩部電視劇 但是我已經沒什麼心機去看電視劇 跟朋友聊天我們都突然間散開消息 我跟著就坐在錄音室裡面 不斷在錄音他的歌 我看《戰場上的聖眼快樂》 是不斷看回那些畫面 對於我們來說這個比較資深的影迷 對我們影響最深的就是 反而不是《末土皇帝》 而是《戰場上的聖眼快樂》 因為有他跟Daddy Bowie一起做 導演方面就是《大島柱》 三位都已經先後離世了 但是最後來那個營鏡就是《北野武》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我自己看得是很感受很深 我不想太過矯情 但是的確是我昨天晚上沒有什麼做到其他事情 只是整晚坐在那裡回憶那時候 應該是1983年 我們最多一題 Lawrence那個年紀比我小很多 但是你又說一說你聽到的時候 要是你比我更早知道 早知道是十分鐘左右 其實我也是偶爾上網看新聞 因為我不知道今晚我們會不會做的 日本休息事 所以習慣了看新聞 我看到他彈出來 他就說原來在3月28日那天 已經在東京某一家醫院離世了 事務所就是昨晚才發佈出來的 當然 因為他早已公佈了第四期的腸癌 所以大家都不會覺得很突然 不過始終以現今的科技來說 71歲這個年紀離開 確實有點太早 而且他的才華 他帶了那麼多音樂 讓我們可以欣賞 確實會覺得 天氣有少少那麼多 不公道 這麼快就把它帶回去 所以相感是難免的 但是個人來說 我很感謝他 在日本讀書最艱難的時候 全靠他的音樂陪伴我 到很多很艱難的晚上 所以換言之 我們今天從一個比較感性的角度去出發 關於他的資料其實都不少 但他的節目本身應該有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就是在YouTube上的版本 由於版權問題我們播不到 但是Patreon那個 大家有訂閱梁錦翔公司的歌曲 也不只選他的歌曲 也有影響了他 或者他影響了其他 例如 我們香港 阿羅文 都有歌控之約 不是版本一作 但是他有改編過 就是一個 琉球 琉球 應該這樣說 的文謠 大家都需要知道這件事 我們播放的時候 就是為了紀念他 也會知道 譬如說他在音樂方面 他的財壞是怎樣的 甚至Michael Jackson 也有想改編他的YMO過谷 首先要提一提 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他應該是1952年 在東京出生 他很早已經有音樂才華 好像讀幼稚園的時候 他已經會作出兒歌 不過他後來讀電子音樂 和世界音樂 世界音樂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會去研究其他地方 音樂的approach 是怎樣的 譬如 中國人的音樂 和西華人的音樂 或者pop music的音樂 和古典音樂很不同 但是你看他 基本上他影響最深 應該是著線樂 電子音樂其實和pop music 是有少許不同的 而他這麼早去發掘這件事 然後他會做到一些事情 比其他人不同 所以昨天寫得最好的庫文 如果英文來說 就是衛報那個 他說的是前衛的音樂人 成為了一個流行音樂的偶像 類似這樣 這句說話為何這麼細小 因為我心裡再彈CNN CNN那天寫得很流行 可能是時間問題 也寫得很膚顯 要快出稿 他快出稿 但是衛報寫得比較長 我不知道日文那邊怎麼寫 但是阿羅恩可以補充一下 他這個為什麼這麼重要 就是因為他所謂前衛的意思 其實他在電子音樂那邊 走前了很多步 因為那時候 西德有Craftwerk 有一隻是Model 也是很厲害 香港也有印製作過類似的歌 不過我不說哪個名字 他的影響 一直以來他都有說 Debiusy 德佩西 和巴克 這兩個作曲家本身 對音樂的做法 是很近乎 我們在70年代開始的電影音樂 是很奇怪的 巴克的作品 其實你把它轉了電子化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你不像貝多芬那些 即古典那些 但Debiusy的歌 我們在Patreon上會播一播 是什麼歌 這個版本龍一自己有說 誰影響他最大 其中一個就是Debiusy 是一個法國的作曲家 他有一首名作就是月光 Claire de Lone 最初我告訴他 他不知道是什麼歌 原來是這首歌 那首歌是打機聽的 沒錯沒錯 那些就是很簡約 只有鋼琴 但是我可以說 扣人心然 所以在Patreon上會播一播這首歌 這就是對他影響很深 你聽完之後 其實你可以對照一下 譬如說他跟那個 戰場上的聖下快樂 或者是梅道皇帝的歌 有什麼分別 或者有什麼共同之處 他有一本自傳 寫的音樂使人自由 我就看過了 也牽涉到他有一些政治立場 那些我們今天不說 但是他在那個 早期來說 其實他是一個偶像級的 偶像派的樂手 他不唱 但是他當時YMO在日本 在70年代打後 是很紅的 紅到他在東京街頭走開 都被人知道 他不太喜歡 但是他突破性發展 去到80年代 開始做電影配樂 戰場上的聖下快樂 其實最初沒有想著找他配樂 理所當然 就是Derry Bowie做 當然是Derry Bowie做配樂 但是版本來說 我做 不知道是不是不用錢 結果大好處 但是你一聽到 就是 哇 那時候我的感覺 是非常非常強烈的 接著到這個 梅道皇帝 他自己有說 貝特勒奇找他做的時候 就是臨吉臨亡 幾天時間給他 搞到他機緣做完之後 就入院 但是最後就拿了 這個奧斯卡的 很厲害 幾天就可以編一首歌出來 壓力很大 接著 他的音樂發展 有幾個不同的方向 是越來越簡約 你看他自己彈鋼琴 只是彈鋼琴 沒有什麼加上去 最多我們有一個 另外就是加個吉他 他專注很多配樂 就算他臨死之前 其實也有做 有一支應該是 事之而和的電影裏面的配樂 當然我們香港當然知道 因為去年我去電影金像獎的時候 許安華的第一勞香配樂他做的 但是當時獎給了他 當然他來不了 所以他後期的電影配樂方面 其實我們就要再去研究一下 Anyway 我講的只不過很簡單概括 Lawrence呢 他有第一手第一身的經驗 因為他當時是日本 來介紹一下你手上有什麼版本 有一些經常都放在公司 當然 入到電腦那裡 可以隨時出來聽 藍色那個 他有分開兩隻出的 一隻應該是紅色 一隻就是藍色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還有黃色 但黃色那隻 就是另一類的音樂 所以通常人家存在 會存在紅色和藍色 右手邊這隻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可能是七八年前 有一個叫Uta幾個碟 他就和另外一個 他通常 《百分龍一》那些碟 是音樂來的 但這一隻 是和他的拍檔 那個叫做 Onuki Taeko 和這位女士 她是唱歌 所以《百分龍一》是彈琴的 也是很靠人心意的 背景音樂 會令到大家 很容易投入那個環境 Utao 是不是C Uta 即是歌 歌謠 是的 歌 當時他們推出的時候 有一個兼替的 就是簡約 所以大家看到 它是沒有了CD後 盒後面的東西 當你一拆開 膠紙的包裝 只有這一個 還有一張紙 這是他對環保的理念 沒錯 你感性少少了 聽《百分龍一》 我昨晚 滾來滾去 就搞到我幾乎 我都不想那麼矯情 但是很不開心的 是 是 你聽它的時候 你說過你聚了接觸 即是 去聽它的時候 是何時 我第一隻 聽它 當然 譬如說 我對《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和《活動皇帝》 浦夷 或者裡面的那首《Rain》 也好 是很深刻印象 但我買它第一隻碟 應該是 他在2001年 跟一位巴西的 結他 很出名的 是一個殿堂級的教父 和他太太 但是他太太 就是唱歌很厲害的 是的 由於他的名字很長 Morlenbo 對於巴西人來說 這些名字不算長的 是的 至少座底都幾十個字沒有 我聽到他這首歌 聽了第一次 我就發現我自己 一定要買它 因為當時對於我來說 三千円買一隻碟 是要考慮很久很久才可以 下這個決定的 因為當時我們的生活很艱苦 我們做一個小時的工 一般麥當勞這樣計 只有九百多元一個小時 我們吃一碗牛肉飯 300日圓 連著麵豉湯 你想想 我不吃十碗牛肉飯 加上麵豉湯 才可以多買一隻碟 我們當時買的碟是這樣的 我第一隻買 第一隻碟是儲了一整個月不吃飯買的 是 不過順便這樣說一說 雖然跟版本龍一沒有關係 我去到日本買第一隻CD 不是買版本龍一 剛才你想想買哪一個 近來經常說的 桑田佳有 不是 香港歌手 張國榮 是的 我去到日本買第一隻碟 就是買哥哥演唱會 因為我是超級喜歡他的 而我在日本看見日本版的包裝 是零碟不同 所以呢 那時候也是看錢包花錢 但都要欣賞 用了3800日圓 買了張國榮當時的演唱會 日本版 你現在是沒有 不是公司 不是在家 下次拿回來看看 你拿回來 那也是很巧合 就是張國榮 就是洗洗 是 20周年 第二天就是版本龍一 他死訊公佈 沒錯 那是不同日子的 因為他那個是3月28號 但公佈日子就是剛剛在第二天 是 也都很不幸地 就是這個YMO另外一位的主力 就是 就是高橋幸雲 也都是較早市 差幾個月 差幾個月 但是 我們在香港的時候 前幾年 就有幸看到他的演唱會 也都很近距離 這個也都說到一個問題 就是 YMO如果作為一個團隊 我想如果他們在生的時候 表演 就紅館都不成疑問了 但是你說 大家熟悉的就是 香港我講 就是 就是版本龍一 如果是版本龍一來 我想又是撲飛 又撲到暈 他好像 其實是這幾年想來過 2020年的時候 我訂了飛 但是最後他來不了 真的很可惜 這也要講講往事 雖然我講過很多次 另外就是很多年前 香港有個著名的音樂會 Mile Seven贊助 不怕 Mile Seven已經很久了 很久了 當時很多個很著名的樂手 是因為這個 有這個concert而來的 其中一個就是 Mile Davis 就是爵士樂的巨像 這個很厲害 我也很近距離看見他 我有他的一隻碟 這麼大把 就是認識的 跟Lawrence做節目 真的很開心 不是 我跟想差很遠 另外就是 當時版本龍一是來的 嘩 正啊 到最後不來 他說是因為病了入醫院 但其實我們身邊不是 因為某些原因 他不想來 另外一來 代替那個更厲害 就是Helby Hancock 當時 當時是當時 也都是著視樂界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人物 就是月下一面 之後 任何版本龍一的演唱會 其實在澳門他們做過一次 我不知道是否只做一次 但我們都沒有機會看到 這是一個遺憾 但是YMO本身 在當時的風魔程度 我不知道今時今日大家 能否感受到 但你去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第二個浪潮 是他自己出來 可以是這樣說 我是200年的時候去日本的 我去的時候 我還記得應該是 911的前後公佈 我剛才說的那張碟 那時候大家散發了很多 很驚恐 他那時候在紐約 他在紐約 就是 很擔心將來世界局勢會怎樣 不知道有沒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不知道將來世界會怎樣 因為大家沒有想過 美國會發生這種大型的 一個廣播活動 聽完這張碟之後 首先 在很多首歌裡面 會令到你很輕快 會很容易放下一些壓力 所以我去後期 因為其實我在香港 在讀日文的時候 成績不錯 所以老師就推薦我日本的讀書 我都聽他說 我去了 但到了日本的時候 發現我們同一班的同學 真的很厲害 尤其是大陸的同學 那些讀書 一定贏了 所以我要很努力 才可以 因為頭五名就有 像張學金 你不請假 就有勤學獎 那些我專門拿 那些 所以就 自己又要回竹工 又要拿這些獎 還有要考到能力試 所以自己給自己的壓力都很大 但是當我放了工回去 我還要開夜車溫書的時候 聽到他這些音樂 整個人很容易地放鬆 但其實當時你對這類音樂 你沒有遲先一些概念 你純粹是聽到很舒服 是呀 不懂的 是我後來聽到 我想一年內 我都聽到一千次了 會不會這樣聽 我才知道什麼叫Bosanova Bosanova 對 然後才買了小野麗子的歌 來聽 因為我覺得很適合我自己聽 很輕快 你很累 他人很大壓力 小野麗子是否彈劫得好 是呀 來過香港好像 是呀 我很喜歡 可能他在巴西很長時間 所以他唱過的西班牙文很好聽 西班牙文本身都是一個聲音、發音比較漂亮的語文 所以我喜歡聽 我很多晚上晚上找到三、四點 都是聽著他的歌 聽到自己再頂不住了 才關機睡覺 是的 這證明他大家不需要太介意 他什麼前衛歌手 你不需要你的東西 不過音樂好聽就是好聽 是呀 不厭 可能我的人比較悶 我是可以做同一件事 或者同一首歌、同一半書 我是可以看很多次、聽很多次的 他紅了之後 接著就有很多事發生 其中一件事就是他很多歌是改編了 我們也要聽就是 宇多田光 唱《戰場上的吃冷快樂》 宇多田光和他有什麼關係呢 他說是他十分之躍躍的一個前輩 對他音樂的發展是有很大的影響 也是從小就聽他的音樂聽大 所以很想可以擁有一次合作的機會 終於被他成功了 因為宇多田光也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人 十幾歲出道就可以這麼紅 之前我們在節目中說過 整條街每一個角落都在播出他的歌 打開電視也是他的歌 我去卡拉OK也是他的歌 去到我們那時是HMV、Tazia、Sakuraya、BikuKamera 即是賣CD的部門全部都是播出他的歌 全部都是Number 1 所以可以知道當時的妹妹是多麼厲害 除了歌之外 其實你當時有沒有注意版本龍一的形象呢 有 我開始回到他以前的東西看 所以如果台長允許 我會在Patreon版本上 將我珍藏幾頁版本龍一先生 年輕二十多三十歲時賣的廣告照片 是呀真的 他有一隻Energy Flow 我們也是搞上去播 Energy Flow基本上是每一隻的集感 即是那些 那些叫什麼 一集出的那些碟 他很少出Single 他一出一隻精選碟 一定有的 是呀 我相信也不是出的原因 他對這件事本身有一定的興趣 而且他很喜歡幫相機賣廣告 我發現 以前有一個牌子叫Kronica Kronica也幫他賣了幾個廣告 還有Coursera也找過他拍廣告 Coursera是什麼 那個矜持 即是去年才去了 日本有兩個經營做生意很厲害 一個是從下新資助 一個是 杜聖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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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聖和夫就是Coursera的老闆 是不是做瓷器 他是這樣的 他做電子的 但他也會做瓷器的刀 最近我買了很多 因為用金屬設計是不好的 所以瓷器也是好的 另外他有開NTT日本電訊 所以以前我們打的那些電話 基本上我們每個都會幫助他 《8561》就賣了很多廣告歌 至於形象方面 我自己要看看 那時候三位型男 集中在戰場上的時間快樂 在電影裡面 Derry Bowie和《8561》 《8561》 你看過日本軍官的 你說什麼 當時對日本軍官有另一種看法 我可以這樣說 有一點妖味的感覺 不是女性的那種苦味 是超脫了女性被人帶出來的性感 或引誘的感覺 以男性的身份 帶出這個觀感 確實不是每個人做得到的 如果在香港 我想只有張岳雲才做得到的 但是他無論髮型 或者臉 還有他在電影裡面 有一兩場戲是化妝的 是 塗了Shadow 塗了Shadow 那你就變成 比如說我們有同性戀恐懼症的人 都開始接受到這些 容易接受 直接說 一個這樣的男性 當然如果他跟你Kiss 你肯不肯呢 那時候是肯不肯 現在是肯不肯 我現在在想 我真的不肯 因為在電影裡面 有一場高潮 就是他要救一個人 救一個英國軍官 他走去抱著 立法官聯合 親了一兩膽 那天用慢鏡拍 我昨晚這段 撞了幾次 我不是說有什麼特別情容 而是我 我看了這個鏡頭 我很傷感 就是 簡直是去到我的心裡 這可能是 發乎一個愛的表現 關懷的表現 是的 很曖昧的 那場戲 他被David Bowie 親了兩膽之後 就暈倒了 後來 David Bowie 飾演這個角色 是要被處決的 處決不是 最初是想槍決的 但後來就 在洞裡 在洞裡 就突出頭 直撞死他 晚上 在洞裡 當時 穿了軍裝 在他的頭上 割了頭髮 這個場景就是 我解釋不到那種 即是說 你是不是有些同性戀的意味 它是有 但是 是多於這個 是多於這個 但是 兩個 可以說是盈藍 在當時來說 是盈藍 我們看那場戲 簡直是 當時 那種感受 很難到現在 去形容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的話 我小時候看他的戲的時候 我有點懷疑 其實他是不是 都是喜歡男人的呢 剩下了 不是 結果兩次分 我們又要播放 智耶顯子 那個名作 中央線 那個歌是一個 YMO 他上了一個節目 在美國的 叫做Soul Train 是彈那一首 其中一首 很著名的Hit Song 這個是炮掌 阿慈的顯子都在 是吧 所以他 可以說 他們有某時候 有四個在 但是後來分 所以證明了他不是機 但是 文說當時 這個戰場上 的聖夜快樂 有另一個人 就是David Sylvan 你對這個人有沒有認識呢 沒有什麼 這個是Japan 就是一對英國樂隊的駐音歌手 又是世紀型 即是美男子 又是漂亮到 哇 集中了那一齣戲 漂亮到雲 但是他沒有出場 他是唱了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這首歌 就是將他加詞 去他唱 如果你聽到他唱 你會發覺 就是 怎麼敢唱的呢 你聽過沒有 沒有 開心大發現 這個 那首歌叫Forbidden colors 如果用中文翻譯 叫禁食 但這是有個典故 因為三刀游幾夫 有個小說 叫禁食 因為三刀游幾夫自己是雞 就是他去說 這種同性戀 在很多社會裡 都成為了禁忌 尤其是在他們的年代 所以要禁食 所以是 雞的味道很重 因為三個最漂亮的男人 就是其中一個 但是文說 Dave Bowie和Dave Silvin 就爭重 兩個人都想 把版本龍一句為己有 結果兩個人 有些心病 但是Dave Silvin 他沒有在電影裡面出現 但是我昨天晚上 我在Facebook裡面 我都貼了這段出來 就是他唱 主題曲的時候 他有出場 也是相當漂亮 這些所謂這些掀起 是令到這個男同性戀 這一種的社會的現象 真的令人接受了多幾分 但是大家知道 比如說Dave Bowie自己 最後也是同一位女士結婚 不是 他跟兩位女士結婚 但是他中老那個 就是跟他一起度的 萬年那個 就是一位女士 是一位女性 換言之 其實他最後還是回來 比較正常一點 但是他是不是男女都可以 相信 他第一個老婆 突然有一晚發現 他跟Mick 滾石的主音角色 Mick Jagger 在同一張座位 他年輕的時候 然後就有這種 所謂波希米亞式生活 但那些不是我們今天說的 但板龍一其實應該是幾正常的 不過問題就是他 妖艷起來實在太... 他二十幾三十歲的時候 真的是什麼 是另外一種姿態的 是的 你說他有沒有遞慣可以做到他這種 我覺得 至今都不是那麼多 日本男性 還要有他的才華 那就更加不可能 好 那講到他的才華 就是 日本人方面怎麼評價 是世紀難得的一個天才 往往如果拿他來講的時候 他都會說 首先 很多傳媒都會把他形容為博士 教授 是的 香港這邊我們會說是教授 那邊叫做博士 是的 叫做博士 或者是一個叫做 殿堂級的創作音樂人 所以在日本的地位很崇高 我們看到 我們看得出所有傳媒 經濟的報章也好 娛樂的報章當然 全部都是鋪天蓋地 將他的生平很簡單 日本那邊很詳細 有的 所以接下來他應該會出他的紀念冊 那我們怎樣去張羅呢 當然要買 不用了 不用去日本買 不用 在亞馬遜訂就可以了 我們這些書 經常都在亞馬遜訂 不是啊 我覺得這件事 可能要在日本 我們親身的時候去到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可能都看到他的名冊 在書櫃裡面 都有機會的 現在就四月 看他講得多次 應該三幾個月就做得好 是的 本身大家都會知道他正在病 因為他正在病緊 而且也不是很輕微 所以我想不多 不少大家都準備 他的生平 隨時可以出版 他最早期是喉癌 喉癌 他自己說的原因是因為他 年輕時吃得多 是的 很多 我看到他的廣告或片段 都是擔任煙 不是的 這個要講清楚 以前和現在很不同 以前擔任煙是在傳媒上 不是那麼大問題 但是現在就已經沒有了 是被人打壓 現在的煙 是的 我最記得 有一位法國明星 阿林迪龍 他上電視上 一直一直煮煙 哇 我看到他在那裡 整個訪問一直沒有停過 即是爛位訪問他那個 不知道 那時候人們對煙的感受不同 即是現在你真的想死 但是阿林迪龍 他很不幸地 他年輕時吃了很多煙 他後來是喉癌 但是他喉癌得來 因為他是反核的 他又不想接受花鳥 結果後來醫好了 但是到了前幾年 就說他搶癌出現了 而且是去到末期 你看到他最臨終的時候 就很瘦 而且我為什麼這麼傷心呢 因為剛才我們說的那個形象 他後生的時候 二十多三十歲 顛峰狀態的時候 你那種 那種 那種妖言 這個就只能夠放在心裡面 記住了 是啊 到晚年的時候 就變成了一位教授 那種發營 但是去到老的時候 病到病入高坊的時候 就簡直是很瘦 其實我覺得不要登醫上出來 永遠給他最年輕的時候 那個最美麗的回憶給我們 沒錯 不過說到瘦 我也輕輕提一提 最近我見到谷川紳士 瘦得很厲害 應該都是有病 我猜他 瘦得很厲害 真的好像只有一個枝架 希望今年 這兩年 死日本的名人都相當多 很多 數都數不下 好像兩三個月就一個 所以我們那時候說 做影前會室 就是跟著做庫問 每個隔一段兩三個禮拜 又來一鑊 搞得我都很沒心機 但無論如何 他的成就 我們現在去看 最主要是電影配樂方面 Lawrence 因為他的年紀不一樣 我們第一個接觸就是 正常實際性快樂 你那時候是否應該是 那個武代皇帝 因為我記得 我們去海運戲院看寶儀 海運相對 普星 普星 海星 那些音響比較漂亮 我就覺得 為什麼這個配樂這麼特別 但我又不懂得說 我跟媽媽說 有沒有帶賣的 你可以買唱碟 但我不會買給你的 你自己想辦法 爸爸不要這麼決絕 雖然我媽媽很喜歡聽歌 但那時候那時候很貴 買一部唱機 可能普通 都一千幾百 那時候一個打工 一個月 那時候買那些機 我們要買喇叭 但喇叭 你知不知道是怎樣最好 當然有漂亮喇叭線 不是啊 好像那個箱 你現在看到那個箱 我們以前真的 弄過一個這樣的喇叭 兩個 弄過什麼JBL 那些要找人搬 那些好像你現在看到的喇叭這麼大 那個箱這麼大的喇叭 那些很貴 那才叫型 不要說這些 我們想買一個小一點的 都不太容易 但我媽媽都買了一個 微型組合 又可以聽CD 又可以聽帶 那你已經遲過我們 我們那時候是聽唱片的 我媽媽都說她小時候是聽唱片 之後聽帶 但我都聽了一段時間 去到中學 就開始普遍聽CD 那時候我就不懂得買版本六一 那些的 我們那時候也是買 譚美麟、張國榮 買過些歌 如果買英文就是買 麥當拿 或者Michael Jackson 那些 那你也是正常的 主流 主流 我們是比較舊一點 我們是在1983年的時候 我們是在1983年的時候 這裡要提一提 末代皇帝的配樂 其實不止他的 有中國的蘇聰 還有另一個很著名的音樂人 David Byrne 就是Talking Heads 也是一些前衛 因為Talking Heads 就是知識分子 但是最重要的是 這個末代皇帝 其實有一首歌 是香港 我們梅艷芳唱的 是 我不知是誰 你不知是誰 但如果聽一聽 我就知道 你一定找到 你立即查末代皇帝 梅艷芳 你立即查到這首歌 那個事緣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注意呢 就是因為貝托魯奇 他去構思這個末代皇帝的時候 其實他是來過香港的 我們沒有接觸過 但當時 張周刊的歌迷編 是接待過他的 他問了很多關於溥兒的問題 也是看過李韓祥法的刑台入血 然後他才去拍摩台皇帝 所以當時一定有這個 夢裡共聚 是的 夢裡共聚 但我們在節目 我們也找回Ring那一段 即是板本龍一的作品 Anyway 去到近年 他的演奏 其實已經去到很簡約 即是不會搞那麼多東西出來 但他每一次彈的歌 其實都不同 其實最近這兩三年出的點 已經是很大的 如何說 我也是精進到另一個層次 簡約到如何說 好像你咬耳聽 就好像很簡單 儘量有一個好彈琴 但你聽真一點 其實他是在表達另外一些東西 就不是純粹的彈一首單樂 那麼簡單 他最後的碟應該是2022 在手機上已經可以下載 即是iTunes 如果要買碟 日本就5月才會出 但我都會買那隻碟來什麼 去紀念他 因為碟不貴 2千日圓 是啊 看一看 因為他們日本做這些唱片 很有心思 但Anyway 我自己最期望 他會用那個唱碟 出回他的經典作品 因為唱碟最重要的不同 除了音響不同之外 唱片套本身的設計很重要 是唱片套 如果他更精美一點 還揭開還有東西看 對 很多東西看 譬如說他們出一隻唱片 不止我 不止一隻 就是出一個box set 裡面有說明書 日文加英文 還有做YMO以前的唱片套 如果這樣就很有收藏價值 現在的人不知為何很討厭說明書 現在很多產品都不會有說明書 以前我們打機 一隻遊戲裡面 起碼有一本五十月的說明書 現在沒有的只有幾頁 但現在叫你下載 沒有了那種 就是收藏品的價值 所以這個我不知道 純粹是一個消費品 或者你現在反映給日本方面的朋友 他現在是簽了哪間公司的 最後要查一查 因為他在核林後 他轉了兩間公司 之後查回 之後查回 但現在我不知道 譬如說在他紀念方面 例如出版商那邊怎樣做法 唱片公司那邊怎樣做法 還有他演出過電影 剛才我們說的 梅道皇帝是做了日本的軍官 沒錯 但那個其實是一個真人 就是當時滿洲電影的主管 那個人又是一個非常非常著名的人物 但對於這套戲 我始終覺得最吸引我們也是《版本龍一》 沒辦法 這個就是因為他的魅力 不是純粹演技那麼簡單 有一些人與生俱來 就好像有一種吸引力 是令到你去注意他的才華 但他似乎他又不是走Bowie的路線 那種純粹以形象去作為一種吸引力 好像由內到外 他是以才華的人 他在改變 他到容貌開始有些改變的時候 他已經不做這些事情 很純粹是 我想他到最後他純粹以音樂 作為一種人生的目標 還有他的音樂 我們說過早年他讀世界音樂 是什麼意思就是 我要聽聽其他人不同的音樂 譬如泰國音樂、印尼音樂、非洲音樂 他們那個美學上或者聽學上 跟西方完全不同 那怎樣拿這些東西集合在一起 融會出來 其實你所謂看到他到尾 譬如說到尾 他有很多不同的音樂元素 就不是很早期 譬如說他做這個電音音樂 那時候叫做POP 就是流行音樂 很簡單 你聽下去就會浪浪上口 後來音樂也是 但問題就是加了一些很不同的元素 這是我們對句總結 今天我們播歌多些 我不覺得我們可以說太多 因為這個是去到很感性方面 就是當陪伴你成長的一個 是啊 一個精神上的食糧 他始終是告別的 這個我相信 他是一個很勤力的音樂家 因為很多的樂手 他去到60歲 50、60歲之後 其實沒有新作品 就是你創作那個靈感不在 但是他去到臨終的時候 他都還在做 換言之他其實還可以進去 但是很可惜就是 一人牙文正哥的問題就是 他只能夠去到70歲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遺憾 那你結尾你想播他什麼歌 結尾 結尾 不如我們播一首鐵道元的主題曲 鐵道元就是高倉健 高倉健 高倉健和 很年輕出來做日劇和電影的女生 鐵道元 你查吧 我查吧 你說吧 那首歌叫Papaya 其實那個故事大概就是 高倉健是一個很盡忠職守的站長 他是盡忠職守到家人有事 他都不回去 對 因為他要盡他做站長的責任 但是他的那個站 是一個快要被人家揮起的站 基本上坐的乘客不多 但是他的理念就是 只要還有一個人坐 他就要盡量為這位乘客服務 應該是說那個學校剩下一個女學生 如果小說就應該這樣了 廣末娘子 剛剛出道了 所以他樣子很漂亮 你這樣說他現在還漂亮 他就這樣說 由於他不是經常跟家人一起 他女兒很小的時候就死了 那末娘子就化身 其實他是一個不存在的人 可能是他的幻想也好 可能是幽靈也好 就是出現一個 如果他的女兒沒死 就已經是一個這麼大的中學女孩 在車站出現 跟他有一些交流 就讓他想起以前 如果他的女兒沒死 應該都跟他一樣 那麼大 希望他可以乘著這個列車 可以去到他想去的地方 是一個很感動的一個電影 我們結尾就是這首歌 版本龍一的作品 沒錯 鐵道園拍拍 結束 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慣上地 我們有這個產品和有試食 有食物 待會見 我們要記錄完這個版本龍一之後 之後呢 當然有產品介紹 沒錯 我們很久之前已經答應過 有一天我們會煮飯 沒錯 真的有飯吃的 今晚有三碗飯 你介紹一下什麼飯 這次我們吃這款 都是之前我們介紹過的 北海道的夢美人 這款北海道的夢美人 是不用任何的農藥 包括有機肥料 他都是沒有用的 只是用手去除草 所以吃這個米的時候 就保證大家一定會很健康 不會有任何的副作用 或者有另外一些不好的影響 第二 這個飯本身 就算你不太落得太少水也好 都基本上它有一定的黏度 所以你放進口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很舒服 而且它呈現一粒粒狀 是很漂亮的 日文叫這些粒狀 叫什麼呢 Sharry Sharry 即是舍利 舍利子的舍利 形容這些米 即是聽人託託一粒粒 好了 我們有飯當然有餐 我們有什麼餐 今晚我們有兩款 一款就是 台長的就是鹽味豬腳 我手拿的是上次斷貨的豬軟骨 這是豬軟骨 這是豬軟骨 時間的關係 我們已經在熱水浸了 浸了三到五分鐘 剛才我們應該超過了三到五分鐘 我們輕輕的 這樣拍一拍 這樣拍一拍 現在我們切開 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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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開這個 很簡單 有什麼汁 慢慢 因為汁有很多汁 嘩 可能我要倒一些汁 你預定太寬鬆了 是 因為 你拿一個 你拿一個 因為它呢 那個 份量都很足 它每一包裡面 起碼都有 七八塊 最舊一舊 都很大 你看 你展示給觀眾看 好 你等一下 嘩 嘩 那些汁 那些汁可以拌飯 是啊 你這樣 你不用 我拌了飯 你再倒出來 是 嘩 因為我當晚十點多回到家 我自己一個人吃了兩碗飯 一包 我不等你 不要等我 因為很冷 台長跟我一樣都喜歡拌汁 因為台長有做運動 今天我去驗身 我發現原來我今天接近八十公斤 真的 所以又不要吃那麼多 你看 你看 我先拿出來 大家就知道 它有多大包 這個應該是兩個人吃的 是的 我覺得是夠兩個人吃的 今晚我們有三個人吃 它有些汁 我就不倒出來 我大概就展示給大家看 它有幾大碟 剛才台長拿了那些 都是有這麼大碟 不如你過來拿點 不用 它不要 OK 其實是任務 做事叫做任務 好 我只是簡單它 是 混身推薦 不好吃的 回來找我 台長 這次是第二款 就是這樣說 就算你不太餓 只要你打開了 你聞到汁的味 基本上你都感覺到 你是要吃飯的 你吃了之後 你會感覺很軟 對吧 因為它已經煮好了 本身我們這裡 就是放進去 滾水裡浸 應該是四五分鐘左右 應該最多都是五分鐘左右 就已經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 家裡最少都要放兩包 還有就是軟骨 骨膠原 是的 所以這裡會寫著 他說 Collagen Dabburi 所以說 充滿很豐富的骨膠原 原來還有一塊大的 這裏 這裏還要投訴 是 吃東西 咪就在這裏 好吵 但是實在太好吃 我是忍耐不住的 因為還有一塊 很大塊 還未拿出來 這裏 你慢慢拿 拿去之前 拿去之前 吃東西 吃東西 因為現在我發現 我們出去 昨天晚上我自己也是 因為我太太很累 要經常照顧小朋友 我們四十六天 通常都不煮飯 我昨天晚上出去買外賣的菜 真的隨便買一碟菜 都八九十元 可能還沒那麼好吃 還有沒有飯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這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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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飯 我可以吃 這裏有飯 這裏是很適合送飯的 真的 是 這裏有飯 那裏有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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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第二款 不好意思 這裏可以幫我拿開嗎 不好意思 這裏可以了 謝謝 還有一款 這裏是豬腳 這裏我自己也很喜歡吃 我先拿個碟 我先拿個碟 這裏最好也不用放雪櫃 不用放雪櫃 對 不用放雪櫃 上溫儲存就可以了 因為它沒有防腐劑 相對的期間也比較短 九月到期 即是放五個月 可以了 如果以新鮮食物來說 可以放五個月 你拍給觀眾制裁 好了 豬腳那裏有三件 我建議聽眾 你們去買豬眼關的時候 記得不要倒閉 台腸拌勻 台腸拌勻 但這裏是基於我的身形 經常保持很妙調 但如果你是 阿羅倫斯是學不到的 如果我每次都喝醬汁 可能我會變成一百九十磅 好的 豬腳都應該只要 台長你試試豬腳 好的 你試吧 你經常在這裏看 你經常在這裏看 你的碟又沒有 甚麼都沒有 你只要給我一個碟 因為我給了我的碟給你 是啊 還有一個碟 對 對 一旦有食物 大家都很奇怪 謝謝 謝謝 聽眾不要習慣我 因為實在太好吃了 所以我猜你喜歡吃 不用猜 嗯 這個味道很軟 好的地方 它有油份 給你看看 好不幸運 今天老人吃了太少飯 結果就是 其實我可以多吃兩碟 這裏要和大家道歉 先 因為我們 飯煲 剛才 工作人員都問我 咦 這麼小的 這個飯煲 對呀 因為這裡這麼小的環境 所以這麼小 OK 我下次會帶回一個正常的尺寸 如果每人有一碗兩碗 因為現在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吃飯的 怕多吃飯 怕多吃飯 怕胖 所以就煮少了 這次我們應該煮一碗幾米 哦 多快 在家裡吃可以慢慢吃 請台長嘗嘗豬腳 你說一下豬腳吧 如果你問我 我最想一邊喝一瓶唇米酒 或者特別唇米那些 用來送這些豬腳 就一流了 那為什麼你不開始 我打算今晚我們吃東西 我們下次吃另一個東西 我們就喝酒 好了 食物介紹完 有些台務要跟大家報告 上一次因為不夠時間 我們就為了回饋給各位聽眾 在我們的網站 我們會有一個優惠碼給大家 就是買滿了600元 入了那個優惠碼可以便宜40元 這裏是一個 所以大家看回光幕 我們顯示出來的優惠碼 大家如果上我們網站買的時候 買滿600元 就會有40元的優惠 好了 如果上來買的聽眾 它有什麼優惠呢 本身上來買的時候 某程度上的定價 會比我們網上便宜一點 因為網上有很多不同的成本 尤其是運費 真的幾一包米收我50多元的運費 所以那個運費 我覺得這個很不怕算的 遲些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泰國米一包一包一包 因為現在米太低色了 老實說我吃完剛才的珍珠米 我真的想馬上買 但我買的話 我不會這麼賣快 我只會去北角度買 真的好吃 還要加上美食水 但這個煲就有點缺陷了 第一不夠大 第二不夠貴 我先解釋一下 不是貴就一定好 貴得來 因為它是蒸氣 令到飯煲的表面溫度 控制的時間不一樣 所以做出來的飯 就會均勻很多 和會淋身很多 這要先解釋一下 我再介紹一下 剛才Lawrence說的時候 我在品嘗這個豬手 這個豬手很適合老人家吃 因為如果你去茶樓 你吃的豬手 你咬到 就真的 可能你咬到的 我不明白 為什麼總是黏 就是想吃那塊筋 因為它要給你有一點難度 你才去珍惜它 這個不是不珍惜 而是這個 如果年年幾咬到差不多 你真的不用怕 入口鬆化 咬下去 差不多裡面的 不是肥膏 那是骨膠原 沒錯 因為有很多 就在你口裡融化 是 這個是很適合 大家 如果你 老人家常常牙痛 牙痛 就一定要試試 而且味道相當不錯 跟我們在外面 吃的豬手 是不同的 可能是因為日本人 他們對那個味道有少少 跟我們有少少 但是是舒服的 它不會那麼濃烈 它比較淡 它比較淡 如果你配上豬圓骨 就沒有一定 很簡單 昨天我買的魚香茄子煲 一個生炒骨 已經是一百九個多元 然後我加了兩隻乳鴿 三百多元 你們這麼豐富 其實這些是很普通的菜式 我想講一下 物價是這樣的 物價很貴 所以你如果這麼大碟豬圓骨 這麼方便 那個味道又可以做到這個 那五十元 或者在網上買的 是絕對超值的 是值得吃的 大家聽我多說一次 我分身推薦的 如果你不好吃 你上來響下廊 轉答給我聽 說不好吃就可以了 多謝台長 我們還有些什麼要介紹呢 有一些地方 要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上次我和台長喝了麥金汁 是嗎 沒有貨 18箱 在兩天之內就賣光了 亦有很多網友買不到 為什麼要這麼快 要入這麼少貨 這個要解釋一下 你做日本生意很麻煩 就是貨員不是道理決定 不是說我們現在好賣 他們從來都不是這個心態 是 他們對QC 對你的信任 是非常嚴格的 就算你說好賣 他們都說 我都要先看電視 所以這個形成度 很多時候 大家要買的東西 就要耐心等候 我想說回 今天我就再問他 我上星期五 我錄了一張48箱的order 什麼時候交貨 誰跟你說我們會接你 他這樣回答我 他說交多少 沒有 不好意思 他說沒有 你早響 沒有 你馬上回答我沒有 我跟他說 不好意思 你沒有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他說 國內專念 就是說 只是賣給國內的客人 我是香港人 我就用了另一個方法 下單給他們 但是這個方法 不能用第三次 所以 在今個月尾 四月尾 應該會回來 2023年度 最後那批 我訂了還是訂了不多 如果扣除了我 已經收到預訂的order 應該還有20箱左右 扣除了那些 已經訂了那些 還有20箱左右 所以如果大家已經喝過 你覺得很好喝 想再買多一點點 又或者你沒有機會 你星期日才問我有沒有那些客人 不要緊的 現在可以預訂 訂定我們一回來 就可以立即派貨給大家 這個我也是這樣說 很少數這麼高質的橙汁 還附帶這個Gaba Gaba 防高血壓的認證 確實在市場上很少見 還有 這個基本上 就算你喝多少 當然我不會希望大家一次喝幾瓶 因為始終都是甜的 是喝完喉嚨是舒服回甘的 現在市面上的橙汁 或者其他果汁也好 不多款有這樣的效果 另一種馬上賣完的產品 就是有螺旋組 螺旋組已經入貨多於上次 但我猜不到 一瓶是可以吃兩個多月的 但客人都不是買一瓶的 有兩三個客人買幾瓶幾瓶 然後就很快 那個就長一點 星期六的早上就賣完 所以我剛才說的這兩款貨 很感激大家 很支持 賣完 當然 其他 在上星期回來的新貨 我們仍然都會有存貨 包括 台廠之前吃過的 很好吃的黑力架 今次我們有新味 下次我們可以試試這個 酵素液體版 另外還有酵素液體版 因為有很多聽眾想試酵素液體版 當然 粒裝我們都有 粒裝方便攜帶 脂裝不需要數 因為我們早上數很多粒藥丸 未必每一個人都有這麼多時間 因應你們不同的需求 可以選擇自己合適的一個產品 當然了 我們有很多清酒 我們都有補貨 包括我們左手邊這一支 深紅色這一支雙薯 如果大家有記性 就可能會記得 去年那個蒼崗酒狀 即是說領事館那支 領事館那支 由於栽它的木酒桶 火災那時候爛了 所以 停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生產不出來 但終於在今年我年頭去的時候 它就收穫好了 立刻落單給它 所以我們現在手上 就有一批新的雙薯 之前未試過 或者想再試的客人 都是可以上來買的 當然了 食物方面 我們調味料那裏都有很多 另外想說一說 如果現在 即是在我們這個節目 出街了之後 上來買東西的聽眾 喂 你去網站那裏有40元優惠 那你上來這裏有什麼優惠 有的 買滿600元以上 我們準備了有一點點心意 即是我們有一些 檸檬系的調味料 會送給大家 給大家選擇的 所以呢 可以在網上買也可以 或者在你們上來門市買 都會有一個優惠給大家 希望大家 又可以買好食的東西 又買得開心 當然下兩個星期 又有消費券 又可以用來看看 可不可以買給朋友 或者我們下次 因為今天我們煮飯煮得不夠多 其實這個黑豚麵豉都很好吃 哦 得一看就知道 這個放在飯面那裏吃 哦 這個是調味的 當送食 因為它裏面有豬肉的 哦 OK 是的 還有我講的那隻 六三秒就可以吃的 金貴的豬肉 哈哈 原來我看分價錢 上次我們吃一碟的豬肉 五千英一碟 嘩 我都真的未吃過 金貴的豬肉 大使和Laurence去鹿兒島 是的 吃那些豬肉 即是六三秒鐘 是的 好啦 那今天的產品介紹 就到這裡為止 嗯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下星期見 拜拜 千呼百喚次出來 那這瓶酒呢 有餡料 就是現在開始有重量 上次我們就是這樣 吉盒 這次有一個 你解釋這瓶酒的緣起 是怎樣呢 話說上一年 小弟不是做第一瓶鐵甘蜜蜜盒的紅酒 關了這間廠 發現它的對應速度 以及它的製作水平和用心 確實是比其他日本廠 是來得有誠意的 嗯 所以呢 我當時已經跟他們說了 如果你信得過我 你留一批酒給我 我明年一定會再幫你買多一批 嗯 所以呢 他們就好好地 沒有收到我們任何租金 就幫我傳了五百瓶酒 在他們的倉上 嗯 那便留給我們 今年呢 就做這瓶神秘紅酒 好 因為呢 如果以現在這個時間 買回上一個年度的酒 可能又要貴二十幾三百分 現在它是沒有收貴我們的 所以呢 我們就好運地拿到它 上年那一款 2020年那款的紅酒 以及那款的紅酒 是獲得金獎的 那這瓶酒就是神秘之夜的節目 我們做了近二十年 就帶了一個真真正的產品 沒錯 那其實以前有一些T恤的 但是那些 現在我自己一一一一一件都沒有 是啊 那都不留給自己的 但這瓶酒呢 就是一個很珍貴的紀念品 那我經常認識 其實你不要喝這瓶酒好不好 你不要喝 有聽眾問啊 台長 台長為何你叫我不要喝啊 你吵起他 那當時就很值錢的 那Lawrence就很有心思 他就跟日本那邊的廠商說 就是說 咦這瓶酒有罪好 其實你看回那個標籤 待會我們可以認出來 有罪好 沒錯 但是這瓶是白銀來的 是的 這瓶是白銀 那我們今天還沒試喝 因為我們要找一下Cat一起 我們三個 我們才開了一個 找一個真的要好適喝酒的 去跟我一起去介紹 你好適喝酒的 你好適喝酒的 但紅酒的我不是好適 是的 OK 那我們就 要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很多的聽眾 就直接問我 怎樣去 拿這瓶酒 或者去購買這瓶酒 那我再重申一次 就是 你是訂戶88或以上 就是金會員 或VIP會員 都是可以免費拿到這些酒 是 但是那個 就是要分開了 如果VIP的訂戶 我是會親自 有一張卡 寫完 就去 用方法 去拿到他手上 如果是香港 我親自拿給他 如果是外國的 我們想一想怎麼寄 感嘗快遞 是的 但是如果是金會員 就麻煩一點點了 他們就要上瑞德堂 去拿這瓶酒 請二玉報上來 這瓶酒 是 因為有醉號 那醉號的編排怎樣呢 就是第一號 到一百 第一號 我們就會賣 換言之 如果你拿的是其他醉號 那不用怕 三月三十三號也是很好的 沒錯 三月八十八號也是很好的 沒錯 但是那個就 純粹是看 你上來拿的時間 那大家就不要因為 這個醉號的問題 就 就是 要 我指定要哪個醉號 除非你是買的 因為第一 就是第一號 和第一百號的話 我們就撥出來 是一個被購買的 是 無論你是定會也好 你是 如果你是想買的 那你就要問一個問題 那如果我想買 我要指定第一號 可以不可以呢 那 我想這個就 說難從命 原因是因為 牽少到那個安排的問題 還有 會 就是 不是我 公平 公平 我是怕人的 到其時就有些人湧上來 都不回家 就是我這樣說 就是不會發生的 會有很多人來買東西 對 那處理的方法是怎樣呢 就是 現在我們有pre-sale的 即是擠走在做 無論是做好 其實呢 我今天下了命令 一定要在四月份寄出來 嗯 就在五月中之前 無論如何 怎樣都好 除非有天作人禍 如果不是一定要到香港 即是我下了這樣的指令 所以 如果你入津呢 按道理應該是 在今個禮拜 最遲下個禮拜頭 就已經要入津了 嗯 我亦都叫了酒廠 盡量拍些片給我們看 那 他就說 我看一看怎樣才會再回覆我 那可能 不知道是否他要 另外撥人手出來拍片 或者是不意想鏡 支持你 那是純粹拍制過過程 不需要人手 不過我對他們來說 他們不太集穩 是 我再說一次 我怕大家聽不明白 如果我們是根據金會員的 應該是一百號之後 是 有一個某一個quota 我們就會送出去 那是為期一個月 是 因為如果太久的話 那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譬如你訂了 不是 你已經通知了Laurence 但你不上來拿 難道Laurence放在洗頭上嗎 那不行 那如果 譬如說 你又沒有足夠的時間 那又變成 我們又很難安排 我們都不可以一個月之後 說你跟他搶來拿 我再有車 可能到時 我們又要回新貨 所以大家要理解 就是那個 運作上 和那個 logistic方面 我們有這個限制 就是一個月 就是 由你 這個 我們今天開始 沒錯 我們開始 那你再跟Laurence 去PM她也好 你親自上來也好 是的 大家透過螢光幕 這個電話號碼 WhatsApp 那就可以了 那這裡我首先向Laurence 致歉 因為整件事可能令到她很煩 也要代我回答很多問題 但是這個是我們第一次嘗試 我們希望不要太多這些 我們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 最後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是多少錢 即是如果買的話 那如果是現貨到了才買 是688元的 那如果大家可以 那這塊是擠得堂的 因為我們還有一批是在街上的 沒錯 那這個定價就是到時候 我們再決定 沒錯 但是一定不會低過這個水平 沒錯 那如果預售價 就588元 即P-SELL 即是你現在開始訂了 沒錯 你由現在這一刻開始 你聽到這個節目 WhatsApp給我 告訴我你要訂多少支 然後再付錢 然後我就可以確定 你是可以有那支酒 好了 接著我們就會按照 哪一位客人下單先的次序 就安排前的號碼給你 最好 但是你一定要先付錢 是的 即是你不可以用我下單 我就要多少做 因為你未付錢的話 即是這個交易都未完成 沒錯 那你付錢了 那阿Lawrence就會說 這個就是你幾號最號的 我們就會馬上確認到 你的最號是多少 而你上來拿的時候 我們也會告訴你 你的最號是多少 再次強調一下 即是不要分錯了 你拿的那個和你買的那個 買的那個就是個最號 起碼是一至一百的 是 但是你譬如去拿一些 就是另外一些 應該是Random的 沒錯 我們譬如這樣 因為有不少的聽眾 也是這個金級會員 也是想再買一些額外的 那我們就要分開了 購買580元 或者680元購買的 我們會在另外一些箱裡拿出來的 如果我們是免費送給大家的 那到時希望大家就知道 我們會有這樣的流程 還有想問 曼文台長也是很多聽眾想問的 那個 因為現在 現在為之 大概有一百個聽眾 就申請了這個紅酒 那他有沒有去到幾個截止的呢 因為如果一百個 或者應該還有一批聽眾 就未知道這件事的 那還有沒有一些時間 可以讓他們去登記這樣呢 這樣的時間一定有 但是就不可以太長了 我們現在初步定的 就是應該是在五月底 五月三十號 是 那就截止的了 那如果那天 就算你登記了 但是你不上來拿 我們都沒辦法 是 要判出來 明白 但是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 我們再無料期地等的話 我們就會構成了一個 Lawrence 一個倉門的問題 是的 希望大家見諒一下 那如果 譬如說你親身拿不到的 麻煩你可以托人上來拿 可以的 只要你交下就可以了 是的 我再重申 你上來拿的時候 我們是不會再確認你 那個需要的身份 因為我們覺得這件事 本身就很簡單 我會問 當然 我會問一問 當時你登記的時候 你用什麼名字 和什麼電話號碼 因為我是會帶一個List出來的 只要你說回 你當時登記的名字 和電話號碼 那就可以了 是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 告訴大家 大家可以充分信任其他人的 一個做法 沒錯 但是大家如果 譬如說 對於那個 你遲了 或者你遲了才知道 而你是很想買 或者想拿到的話 不需要怕的 千萬不要控方 或者不應該控方 是的 因為如果這個反應是很好的話 我們是會 嘗試去做多另外一批回來的 但是這個大家要等少耐性了 因為 後面先生的問題就是 它是不同了Vintage 沒錯 因為那一批Vintage 其實就用完了 但是不要緊 因為現在 我一直常說 其實我希望你不要喝這些酒 我希望你吵 所以什麼Vintage 都不是一個最致命的問題 是 但是你喝當然我歡迎 這支酒是非常之會喝的 我可以告訴你 最後就是一個呼籲 大家上來去Lawrence 去水德堂的時候 除了這支酒之外 麻煩大家有這麼好的產品 大家去看看有沒有吃得到自己的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Lawrence只有白做 網港台獎 這都是我的榮幸 是的 我加了一點點 我亦都很高興 我可以參與其中 每逢認購或者上來領取 免費神秘紅酒的網友 你們可以加一些錢 就可以換購我們一些比較限量的酒 例如假設這樣算 原本我們一支酒 平時是買598元的 但是因為你上來拿這支酒 或者購買這支酒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個比較低的價錢 例如398元 折扣 一個大的折扣 可以購買我們一些限量 又很特別的紅酒 是的 再次就是 這個是第一砲 如果反應是熱烈的話 我們會購私一系列的產品 不一定是酒 可能有其他東西 例如T恤 嘩!T恤很棒 例如是漫畫 因為漫畫已經有一個版本 這個可以我們印出來做一個印刷的版本 這件事再次多謝就是Man Sir 就是他跟我們去設計這麼漂亮的封面 這裡可以衷心多謝他 Man Sir一定有一支 其他一些幫忙的朋友 我都遺留了一天 所以那個數量是挺緊的 如果你是買的時候 我的建議就是早一點 我每次食頭獎 我那支可不可以叫阿紀圖先生幫我簽名 可以可以 對 這是我私人的 這個簽名的問題 你暫時就不要 OK 明白 不要太遺留了 因為要簽那麼多支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沒錯 佛抄 OK 佛抄 好了 廣告雜誌到此為止 那大家有什麼疑問呢 就直接問問羅人上 未申請未登記的朋友 記得要快點 去到五月尾就截止了 登記了在五月三十一號之前上來拿 那就很開心 那就有一個很美妙的紀念 哎呀 我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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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來 我滾了 不用說 我滾了 在六年 我滾了 我滾了 不 那你 是 我gado 咳 我 左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